好 现在有点时间 其实就是网友的一些言论 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整理 先来看一下 张显要出庭 那么网友是怎么看的 其实有网友就说 应该要讲真正的 就是张显让你不要再讲一些有的没的 或者是我们政府 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震惊事 另外一个 有网友认为 这是你自己忠诚度的问题 气送头马 认错阻子自找 当然他有这样的讲法 但是我们今天要回归来讨论的就是说 现在呢 马总统或许不用向全民来讲 但是在这个国民党内 他以主席的身份 势必会遭到质疑 大家可能还是要他讲清楚 另外在李同豪的部分呢 现在李同豪就说 一定要帮张显要来报仇 这代表的 是不是宋主席可能也要出招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这个邱委员 宋楚云没那么厉害 是 是说今天 就是张显要到目前为止 因为他遇到的对手是很斗性很强 但是真的不大会斗的对手 所以才会使张显要节节进逼 这也是因本来居于弱势的一方 是张显要啊 因为张显要本身你说有没有泄密 我认为一定有 那泄密的层级是不是很高 可能是可疑的 他不见得高 那基本上很笨的对方 就把这个泄密的层级 拉得很高啊 甚至扣上了所谓的供典啊 所以就造成节节败退吧 那再加上 再加上一开始的时候 说实话 你处理张显要不动声色 是对的 不要打草金泽是对的 但是你只需要告诉张显要说 你以后不再负责谈判了 你这个特论的副主委 就专做某些事情 因为现在很忙啊 他是海基会的副董事长 今天秘书长啊 负责服务台商 谈判你就不要做了 不就结了吗 张显要也说了 王玉琪曾经对他说过 类似这样的话 那就够了嘛 何必要把张显要 再调离原有的位置 要换到一个什么 什么国营公司的董事长呢 何必这样子弱人画饼呢 使张显要有了反弓的口实 你根本这个动作是不要做的 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种画蛇天竹的做法嘛 你就让张显要不能谈判了 他就接触不到机密的事件了 所以他产生的影响就减少了 然后你秘密的调查 不动声色的调查 等到调查到了一个 把口袋布好嘛 把口袋布好 时机成熟 口袋一抓紧 张显要就是望中桌鳖嘛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你怎么会采取这么笨的做法呢 时机还没有成熟 口袋还大大的 连口都还没有封 于是就开始发动攻势 那张显要当然可以突围啊 所以今天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 就是说没那么大的头 真的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 不会斗争 真的不要那么喜欢斗争 最好大家都不要斗争 斗争下去叫欺商权 就是刚才纪委员讲的 杀敌一千智商八百 甚至杀敌一千智商两千都有 所以最好不要斗争 政治和和睦睦的 与人为善就好 可是不可能啊 在全代会里头马主席可能要就要面对党员的质疑了 重点是还没有底 杀敌自损多少 这次还没有底啊 都智商嘛 就像我们在办大餐一样啊 看到里面有只苍蝇 有根头发 赶快点点把那个 把那盘菜端走就好了 大人一嚷了 全部人都不敢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后面还有很多效应 全代会显然是一个重头戏 我觉得全代会还好你知道吗 我觉得立法院开议才是大戏 而且下个月就到了 我说在野党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嘛 没当劫就要收银子 春季当劫 就找不到机会啦 所以你看 本来我们福马就有 很大很大一个争议 你竟然要提供在野党一个舞台 好 我们待会持续关注休息一下 还要来关系的还是两岸关系 马上回来